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1月28號 對中國著名人權律師王全璋案做出一審宣判 王全璋被判刑4年半 剝奪政治權利5年 王全璋律師曾經代理過很多 被中共視為敏感的案件 包括大量的法輪功學員受迫害的案件 他在2015年中共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的 709行動中被捕 並被秘密關押超過1000天 2018年底 被不公開庭審 中共當局只稱他試圖顛覆國家政權 國際特赦組織當天就發表聲明 譴責中共當局的判決結果可恥 聲明說 王全璋以和平的方式 為中國的人權站出來發聲 反而被懲罰 這令人義憤填膺 他必須立即和無條件獲得釋放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也表示 對判決結果不接受 他在網上發表聲明說 王全璋無罪 公檢法有罪 法官周鴻、林坤有罪 他們對王全璋及709律師和公民案的抓捕 酷刑、起訴、判決等所有的行為 都是違反中國現行法律的 大陸律師謝燕毅也在網上表示 這個判決結果是為了掩蓋對王全璋的酷刑 從抓到判歷經三年半 即便站在官方立場上也完全無罪的王全璋 最終不得不被強判四年半 可謂黑抓、黑刑、黑審、黑判貫穿全過程 將中共特色法制的非法過程演繹得淋漓盡致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